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政府决定将半导体、显示器、二次电池和生物,这四大先进产业的政策融资扩大到2025年的25.5兆韩元。 这一决定是在12月下旬于首尔政府大楼举行的第七届国家先进战略产业委员会会议上做出的。 在会议上,政府确认了先进战略技术支援计划,其中包括大幅增加支出。 政府将政策融资增加7.1兆韩元,比今年增加39%,这一决定凸显了政府致力于培育这些关键行业的承诺。 仅在半导体领域,截至2024年11月已提供20.2兆韩元,比最初的计划多出18.4兆韩元。 这笔巨额的财政支援旨在提高韩国在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韩国政府强调了这一举措的重要性,现在是做好充分准备,抓住外部不确定性机遇的关键时刻,同时努力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确保全球竞争力。 无论情况如何,政府都将坚定不移地推动对未来先进战略产业的支援。 除了现有的先进技术外,政府还将人形机器人和先进航太发动机新指定为国家先进战略技术。 在机器人领域,重点将放在设计、制造和加工人形机器人执行器和框架的基础上,这些执行器和框架的移动速度超过3.3米每秒,承载重量超过20千克。 在国防领域,已指定载人和无人机输出功率超过15000磅的先进航太发动机的核心材料和部件技术。 这些新指定的技术,预计将在完成行政公告程序后,于2025年1月正式公布。 政府还计划加速建设先进工业专业园区,包括龙人和平泽半导体专业园区。 这些园区将成为确保先进技术超级差距的摇篮。 政府将成立专业园区工作组,以缓解入驻企业的困难。 政府将制定全面的方针,将通过指定专业园区,建立专业大学和研究生院, 以及支援机器人和国防等新指定领域的研发,打造强大的工业生态系统。 政府将努力及时完成电力和供水等必要基础设施,确保成功建设包括龙人和平泽半导体园区在内的12个先进工业专业园区。 与此同时,三星电子近日宣布,装置解决方案DS部门的记忆体业务将在今年下半年获得相当于基本公司200%的绩效奖金。 这一目标达成奖励TAI的支付日期定于12月底。 记忆体业务绩效奖金的大幅增加归因于半导体市场复苏,导致业绩的快速改善。 去年,三星记忆体业务亏损10兆韩元,但预计今年将实现约20兆韩元的盈余。 这一显著转变,使DS部门的它数额创下历史新高,上一次200%的TAI是在2013年下半年发放给MX部门的。 除了绩效奖金外,三星电子还将向所有DS部门员工支付200万韩元的固定奖励,以纪念其半导体业务成立50周年。 DS部门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波动的绩效奖金。 从2015年到2022年上半年,该部门的TAI最高为每月基本工资的100%。 然而,由于2022年下半年开始的业绩放缓,该部门在当年下半年仅获得了50%的TAI。 去年,记忆体业务、代工业务和系统LSI的年营业亏损约为15兆韩元,上半年仅获得25%的TAI。 去年下半年,记忆体业务的TAI为12.5%,代工和系统LSI的TAI为0%, 创下三星实施TAI制度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今年上半年,DS部门获得的TAI支付从37.5%到75%不等,具体取决于业务部门。 记忆体业务获得了75%的TAI,反映出半导体市场复苏的初步迹象。 证券业预测,记忆体业务将继续表现良好,为三星的整体财务健康做出重大贡献。 尽管记忆体业务前景乐观,但DS部门内的其他部门仍然面临挑战。 系统LSI和代工业务将在今年下半年获得25%的绩效奖金, 而半导体研究中心和AI中心将获得37.5%。 这些数字表明,与记忆体业务相比,其他部门的复苏更为温和。 三星显示,三星SDI和三星电机也宣布了今年下半年的TAI支付率。 三星显示和三星电机已将所有部门的费率定为50%。 对于三星SDI,中大型电池业务将获得37.5%,而其他部门将获得25%。 三星电子表示,TAI是三星电子的绩效奖金制度之一, 根据各业务部门和部门的绩效,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各支付一次。 韩国有两家著名的晶片制造公司,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都是尖端记忆体晶片的制造商。 三星也生产逻辑晶片并营运三星代工厂。 近年来,它一直在努力与代工市场领导者台积电竞争。 但在晶片代工领域,尤其是与台积电的竞争中,三星的进展并不顺利。 人们认为,由于三星是一家垂直整合公司,也是智慧型手机等电子装置的供应商, 因此它可能会难以获得业务。 在此背景之下,一家韩国学术机构提出政府帮助创建仿照台积电的逻辑代工厂的想法。 韩国国家工程员NEK在首尔举行的研讨会上, 讨论了成立韩国半导体制造公司KSMC的计划。 一位发言人表示,韩国政府可能需要在未来二十年内投入三百兆韩元, 折合两千亿美元来保持该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地位。 研讨会发言人表示,在韩国仿照台积电,创建独立的KSMC, 既在前沿领域营运,又提供较旧的制造工艺的计划, 将有助于鼓励更多无晶圆厂晶片公司在韩国成立。 城军管大学全西郡教授称,台湾保持着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 联电和利基电等公司专注于传统和中等技术工艺, 与台积电的先进制造工艺形成互补。 这使得250多家无晶圆厂公司在新竹自然蓬勃发展。 KSMC在政府支援下成立,可以在韩国发挥类似的作用。 研讨会上的一组发言人指出了KSMC成功面临的挑战。 然而,如果KSMC获得成功,将开始解决其中一些挑战。 这预计将缩小与海外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增强投资竞争力, 增加无晶圆厂晶片公司,扩充封装设施, 阻止半导体人才外流,减少过度监管。 该委员会呼吁韩国政府加强半导体生态系统,增加研发投资激励, 并制定政策吸引和留住人才。 韩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AHNPIOM表示, 及时的支援是必要的,并呼吁政府通过补贴和税收敌免等方式, 在2047年前投入300兆韩元折合2000亿美元的支援, 以保持韩国的半导体领导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